謝謝主席 有請政部長 有請政部長 委員好 部長早安 我們知道說上個星期 其實我們的行政院有提出 我們的第二波的這個紓困的方案 那我們也看到說文化部在官網 立即有發布一個新聞稿 表示紓困特別預算 一共編列了45.2億元 那再加上移緩季級的7億元 總計是達到52.5億元 那正好我在行政院 拱民心政委對外說明的簡報 裡面呢其實看到了有一個數字 上我不太理解的問題 就是拱民心政委的簡報 您可以看一下我幫您解錄出來 就是他是寫說45.2億元 裡面是已經包含了 移緩季級的7億那想就叫 一下部長這兩個數字上的 一個差異點是 報告委員他移緩季是 括號我們是很確定 跟行政院確認過 45.2億是特別預算 因為是整個行政院 這次要形成第二階段特別預算 那麼接下來送立法院 所以行政院統計的數字 都是以特別預算為主 那麼另外附計文化部有另外 括號再加7億 所以總計52.2億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拱民心政委 他對外說明的45.2億 其實他是 OK那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其實政委說明的方式 確實有讓外界的民眾 會有一個誤解啦 因為其實像52.2億 跟45.2億的這個總額 可能在民眾不了解的情況下 會以為45.2億是內涵了7億 報告委員 所以我們當天在行政院的記者會 我也有說明 然後我們會有立刻發新聞稿 那因為各部會的特別預算 因為各部會的特別預算 因為各部會的特別預算 還在承報中不一啦 所以行政委還沒有加總 最後的移緩計集的數字 所以我覺得政委這個簡報 因為已經傳了還蠻多地方了 目前還在承報中 他是一個預估值 好這個這樣子我能夠理解 但是可能這個部分還是 因為這個行政院的簡報 可能也是由文化部這邊 承報出去的數字 可能還是要稍微跟政委提醒 不是他是行政院會整 所以他們可能是有這樣的錯誤 政府議題 因為行政院他現在要統計的特別預算 移緩計集還在會整中嘛 因為各部還在承報 好那就是以文化部的52.2億做 也就是說我們從8億成長到45億 好那就是以文化部52.2億做為你們的整數 總數就對了 那我們有看到說其實在4月7號 統計的這個申請補助的部分 累積1620案 那我覺得說其實在短短的時間內 就能夠累積這麼多案 表示說文化部在這一次 一文紓困所提出來的方案 確實是很多產業跟從業者他們的需求 那我覺得這次文化部也辛苦了 因為要在這麼短時間內 接下來要去消化這麼多的案件數 那包含說我們在審查跟核發 其實都會有非常多的工作 那也希望說文化部這邊當然你們很辛苦 那也希望說未來在審查的部分 也能夠真的讓他們可以快速的 能夠做到紓困的這個實際的需求 那當然我們也想問一下說其實 文創產業也是台灣滿重要的一個產業別 可是在這些類別裡面 似乎沒有辦法直接去把文創產業 定位到某一個受理類別 不知道部長這邊對於文創產業的一個 類別你們的建議會是怎麼樣 報告員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裡面 已經有明定15加一項 就是有15項然後再加一項其他 那15項是跨了文化部經濟部 我是說在這個受理類別 那目前我們在受理類別 大概就是我們從文創產業 由文化部主管八大項裡面 我們在認為說受疫情衝擊 有產生疫情衝擊的相關的項目 然後我們把它調列在這個紓困辦法裡面 可以直接告訴我說文創產業 會是在這幾個類別裡面哪一項嗎 都有 就是散佈在各項就對了 文創法裡面有15加一項 文化部主管八項 所以如果他們要來申請的話 就自己來看他們哪一項 那這五項其實我們都有個別的業務司 所以我們的藝文團隊或者事業 他其實也都知道像 他是屬於哪一個業務單位的這個窗 那因為文創產業它其實樣態比較多元 可能從比如說手機殼、耳環、漱口杯 各種都有 那我們最近也有收到一些就是 文創產業他們從業者的一個陳情 是說他們覺得文化部目前為止 開的會議裡面可能只包含了 大概八個公司跟四個工作室 在文創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他們會覺得是說 是不是這樣子就能夠包含 所有文創產業的多樣多態 那不知道文化部長這邊 請委員再說明一下您的問題 您說 只有八個公司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文創產業的部分 我們應該說文化部在產業紓困 總共開過16次的會議 那這16次會議裡面有包含了文創產業 對 就是產業的諮詢會 因為我相信文化部在做這些紓困的一些 您指的是一次會議還是 您可能指的是某一次 第一次我們了解衝擊樣態會議 事實上我本人就主持過我們各類的諮詢會 所以我想並不是說我們再一次會議只要16家 不是 那是第一次初步了解 那是16次的會議 對 然後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在這16次會議裡面 你們有很多不同的產業別 那可能文創產業的部分 因為它比較特別是因為它的樣態比較多 所以有一些業者他們有來陳情是說 他們覺得如果說今天我們只有給 就是文創產業有邀請的只有在八個公司 跟四個公司 總共是12家 怎麼可能會只給12家 怎麼紓困會只給12家 不是給是說邀請他們來參加這個諮詢會議啦 他們只是說提出來這個需求是說 希望部長可以更加的重視說文創產業 可以它的樣態比較多 那是不是在諮詢的時候 可以更多的去參考不同類型的部分這樣子 報告委員 因為您指的可能是我們第一場 這個我們有邀請一部分事業 來了解他們衝擊的樣態 那2月了 2月中 那應該是最早啦 從3月20號之前拍過的會議啦 那其實從2月19號以後 我其實召開了許多場會議 那各類別都有邀請 所以我們都是經過了諮詢以後 這個了解以後來定辦法 是部長很辛苦 辦法的草案也都經過諮詢會 部長非常辛苦 那我了解我們有些同仁也在地方 召開諮詢會 所以我不知道您的資料 是不是指的是2月19號 因為之後召開非常多場 那現在隨時是每天都可以打電話 我懂我懂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其實非常多的產業您都有涉獵 也都親自參加諮詢會議 大家都非常的感謝 那只是多一個提醒 是因為文創產業他們的樣態比較多 所以可能在邀請上面來講的話 不管是說它的加速或它的類型 可能都盡量能夠稍微滿足到它不同類型的一種需求 因為它可能是從公益的部分 也有可能是從就是 公益都有邀請 對對對 沒有我是說就是這個部分 剛才是我們有收到文創產業他們的心聲 也希望說部長可以 有需要我們都可以 把這個樣態的部分 多樣態的部分 再稍微的把它涵蓋上 這樣子可能會更完整 樣態目前我們應該都有涵蓋 當然沒有辦法說每一家事業都邀請 沒有說每一家事業 而是文創的各種樣態 我們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也因為 目前防疫期間每一個會議的人數 所以因此我個人也分了好幾場去主持 所以我們會盡可能來做 現在每日都有服務窗口 那未來有需要我們隨時都會再進行 所以委員這個建議我們 當然我們後續都會努力 盡可能來回覆各界的意見 謝謝部長 那我們再來關心一下我們的文化資產的部分 文化資產我們看到上個星期 在連假就是4月2號的這時候 其實台中的這個天外天劇場 相信文化部長也有收到這個信 因為網路上這之前其實發起了一個叫做 一人一姓鄭律軍部長救救天外天 那我們看到4月2號的時候 文史工作者就發現說 這個天外天的周圍的道路被人家圍起來 而且大型機具都進駐 那後來文史團體到了現場之後 其實現場有一些衝突的發生 那我們看到說警察最後到現場之後 文化部的部員還搭乘高鐵 送了一紙公文去說 我們現在天外天是暫定古蹟 然後才黃國書 趙偉也到現場去協調 所以我們看到說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其實發現中央跟地方其實是 在這個古蹟的認定與否上面是有不同調的這個問題 那想要請教一下部長 就是您對於天外天這樣子的一個是否認定為古蹟 因為即便是暫定古蹟 它也只能夠延長半年的期限 就是半年之外 你可能還能夠延長半年 但是這不是一個永久的辦法 所以不知道說 如果部長對於這個中央地方的問題 你應該怎麼解決 那或者是說 您有思考說要去修改文資法 來幫文化部有更多這個主動指定的這個權利呢 報告委員 文化資產它需要從中央到地方到社會到個人 每個人一起來努力 像在這個歐洲的最早期的文資法 譬如說法國的地方文化分權法裡面 很清楚明定這樣的一個中央地方社會一起努力 那麼所以其實這真的需要地方政府 尤其許多文資位在城市治理的區域裡面 它需要地方政府積極來努力 所以文資法的體系是有限制定的相關的文資 也會有國定的這個相關的文資 所以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但是天外天其實我過去三年來一直持續的關心 所以我們曾經也在這個兩三年前 我們也請這個台中市政府去進行研究 有那種計畫我看過做得非常好 那這一次的這個審議的結果 我們也立刻請文資局同仁 來這個實質的參與 那在這個因為有因應了緊急狀態 就啟動了我們暫定古蹟的前提 因為我們文資法裡面啟動暫定古蹟是遇到緊急狀態 所以我們好奇的是說部長後續的一個 您的態度會是怎麼樣 那因為文資法本身它是有一套文資審議的程序要進行 所以目前來進行暫定古蹟之後 那後續如果有相關的新市政 其實台中市政府還是要必須要允許重視 依照文資法的程序來進行 那當然文資法有一個整體的規劃 但是我也跟委員報告是 文資法我們已經有送新的草案到行政院 目前在行政院討論中 地方政府也都有參與 這個法案的審查跟討論 我們也希望行政院趕快完成審查 可以送到大院 那我們跟委員再一起來討論新版 新修正的這個文資法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公安委員的質詢 謝謝部長的回應